哈囉大家好我是帕九 今天半夜中共突然宣布 對台灣展開聯合利劍2020B 圍台軍演 還放出了一堆動畫 武統台灣 沒錯 跟2024年A 聯合利劍軍演 在今年5月份一樣 甚至他們這次還用了一個恐怖情人 恐怖家長的方式 把台灣給包圍起來像一個鐵鏈 給人家鎖住 要把台灣當成鐵鏈女 對吧 而他們把這種包圍的線 畫成了一個愛心的形狀 展現出來 這也是今年第二次 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演習 第一次2024A 也就是在今年5月份 輕鳥行動那幾天 而中共這次非常的聰明 他學會在基隆結束投票 以及蔡英文訪歐 到了之後才選擇軍演 而中共這次的軍演 打出的藉口是什麼呢 反對賴清德 這一兩個月的什麼 祖國論啊 台獨論啊 中華民國還存在的事實啊 那我們都知道 賴清德的這幾次演說 講的都是 中華民國 然後台瓮金馬 然後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在那一片中原大陸地區 而且 胡錦濤時代 中共也把中華民國在 台瓮金馬定義為獨台 而獨台他也說了 是台獨的一種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些舔共的台灣人 為什麼還在配合中共說的 什麼台灣要脫離 現在這個當局啊 他們也不說是中華民國 是吧 才算是台獨 而台獨中華人民共和國 才要打你的這種妙論 那就有兩位中國台灣藝人啊 非常的上道 像是張紹涵啊 跟歐陽娜娜 他就支持了這次中共對台灣的恐嚇以及軍演 說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 只有一個中國 祖國統一 四不可黨 台灣政府 這算不算 拿著台灣護照跟台灣身份的人 支持 恐怖主義 支持 中共要對台灣人進行這樣子 算不算啊 先前也跟大家分析過了 中共在今年五月份第一次軍演的2024年A 也代表說他後面還有一個B 跟C 那看這個政治情況他隨時在放出來 那A跟B還有C的區別在哪裡 隨便畫幾個圈 畫幾個圈做一個 一點動畫拍幾個海尔巡過去尋一下 那這樣你也有BCDEFG都可以 那你說真的累的是台灣嗎 不爽的 到底是誰 中共的解放軍高層 是他們那些人嗎 還是我們 說到底最不爽的還是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不滿 他們在壓抑著自己的情緒 我們也可以發現 中共的糧草跟兵馬基本沒有大規模的調動 但我們都知道他們會在國慶之後會有異營的動作 不然我們這次去美國是去假的 我們去美國 國會自嗨的是吧 那這一次也是習近平希望看到自己這幾個月重新整頓兵馬之後 有沒有稍稍的 做改進 簡單來說又是一場形式主義的自我欺騙 那習近平的這種自我欺騙是怎麼形成的呢 第一個不外乎是自己的倔強跟自己的認知造成的 而他的認知跟他的倔強會讓想要說實話的人 沒有辦法說實話 一說實話就不見 所以這些人也學聰明了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生涯跟前途 那他們也只能中上層啊 聯合起來欺上瞞下 說服習近平這種常態化的軍演 因為反正這也是你習近平要的 這可以威懾到台灣人可以趁其麻痺的時候 習近平只要一聲吝下 就可以讓這個軍演變成一場實質的戰爭 你隨便一個長期封鎖 然後 自己跟自己演戲 自己讓自己的一個小隊製造意外 然後說這是台灣打的 所以呢台灣既然 打了第一槍就 不能怪我們不動手啦 所以我們下去打 不管是打台灣 打澎湖 打金門 打麻祖 打東沙南沙 都可以 但非常可惜啊 先前我們已經分析過了 中共即便出動全體海軍 也沒有能力完全封鎖台灣超過兩個禮拜以上 更何況現在中國的經濟下行成這個鳥樣 中國在最有錢的時候不打 在最窮的時候 在倒退的時候打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選擇 當然啦 有人會說古寧桐戰役的時候 中共也很窮啊 還不是打了 這有一點本質上的不同 是 那個年代的人 確實沒有 過過好生活 而現在的這些人 他們有過過胡溫時代 帶來的紅利 你們都知道 遊奢入減難 那當然還有一點 如果習近平真的 活在他自己 打造的那種 中國經濟一片繁榮 中國軍武非常強的 換講之中 那他非常有可能動手 可是你們又想 習近平在前幾個月訪歐洲的時候跟那些官員說 美國在逼我打台灣啦 我不會輕易上當的 加上現在中國經濟又突然要下一些猛藥 所以你說習近平他的這個認知有沒有一些改變 我覺得 可能會有 但 主體來說他可能還是在那一種幻想的形態 無法自拔 那你說習近平他現在有沒有 抽離一點這種他的虛幻主義 我覺得有 但抽離的 這個趴數 可能不多 而我認為他身邊的政治局常委 也不敢隨便糊弄他 打台灣的 因為這個政治風險太大了 習近平的政權 因為這次戰爭要找一個替罪養 或是他落馬了 或是 損失掉半壁江山 無論這個戰場規模多大多小 習近平 他會活命 而且他不會輕易的被其他中共高層給這樣子 但是他下面的那些人 什麼蔡奇、李強啊 他們處境會比習近平危險的非常多 神仙打架 掛的是誰 下面的小兵 這個道理 非常的活現在中共官場 而事實上這次軍演 請問有實質上的任何威懾力嗎 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分別是早上10點多跟下午1點多截圖的畫面 這是台灣周邊海域的船隻 包括郵輪、貨輪、託運船、運遊船、國際船隻 也包含他們中共國自己的一些漁船、民間船隻 請問一下為什麼這些船隻 不管是台灣的船隻、中共國的船隻、國際船隻 為什麼還敢在海上正常行使、正常的工作呢? 是覺得中共打嘴炮嗎?是覺得自己的命、自己的船、自己的資產不重要嗎? 我們把中共的軍演位置跟這張截圖畫面 疊在一起 我們可以發現 不少的船隻都落在軍演範圍 而中共之前還炸到日本海域去 代表它的精準度沒有宣傳上來得準 而這就非常有可能 打到非紅區的船隻 所以我想問一下中共搞的 常態化封鎖 真的有實際效益嗎? 中國連中國國籍的漁民都不怕了 中國的貨船都不怕了 台灣的也不怕 國籍都不怕 所以你說他這樣瞎折騰 在瞎折騰台灣還是在瞎折騰他自己 而且啊 你們這是打說要威嚇台獨 我跟你說 台獨台派不會怕 不會被你威嚇 被你威嚇的是你們的同路人 或是價值觀與你們相近的那些人 或是也會拿著中共打擊台灣的那些靈芝草 而打著中華民國神主牌的那些部分國民黨人士 也是非常的奇葩 他們非常希望被中共統治 只要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被打壓 國籍被五星級踩在腳下 他們就會非常的開心噴 你看 青鳥又崩潰了 台派又崩潰了 可是你不是拿著中華民國當神主牌嗎? 為什麼你會說出 所謂的青鳥跟所謂的台派崩潰呢? 然後你很開心 這些人又剛好是以美論 一下希望美國公開承諾要保護台灣 一下又說美國不會保護台灣 然後這個 總統大選的時候又會派自己的候選人跑去美國 然後美國放話說要保衛台海啊 阻擋中共啊 要加強這個 日本 韓國 台灣菲律賓 還有一些 印太地區的 戰略能力 防衛能力 你又說美國在推台灣打戰 對啦 國共內戰 中華民國只剩下台澎金嘛 或是說撤退來台灣都是美國害的 是美國讓你打戰的 而你最愛的中共 想要收回台灣的時候 你又非常的害怕 我可以理解為這是既興奮又害怕 期待又怕受傷害的 心態嗎? 你不是應該感到非常的雀躍非常的開心嗎? 祖國要歸來了 賴清德你等著 你應該是要這種心態才對吧 為什麼 這些人的人格會如此的分割呢? 當然除了 這種先天的疾病之外 或是後天的 創傷症候群造成的 之外 那絕對是收了好處的人 才會有這樣分裂的發言 不是嗎? 而今天在宜蘭外海跟馬祖外海 還不是到領海的裡面喔 中共的海巡已經被我們的船隻 廣播警告 不要越洩趕快離開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中國海警14602 中國海警14509 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組 PPO洞洞發展體廣播 你以為反台灣地區與台灣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 進入國限制此域 你的行動以影響我國海運 繼續請安全 請立即船向盡速使臨 而限制水域 否則我船將依法才取非要行動 OK看完這個影片 小粉紅馬上在推特上洗地說什麼 我們的船不可能一直留在海邊上的啊 這樣子裝啦 都聯合力艦逼了 你們就派個海巡出來 草莓逼呢 青鳥呢 都躲著 對啊 都聯合力艦逼了 我看以後你們到Z都講這種話 非常搞笑 說的好像全世界只有中共國的船 不會一直停留在海上 當然你們的船可能會飛天遁地啦 還會去找海龍王啦 而且我覺得這個邏輯也非常的奇怪 順便諷刺一下 所謂的青鳥跟草莓兵 說的好像你本人已經在 耐燒中共國的船隻上 準備要進入台中港 收復台中市政府一樣 說的好像你真的當過兵 你開過槍你會丟手榴彈一樣 講的好像你自己身經百戰 你連保險都不會開 你連槍都不會用 你連瞄準的那個姿勢全部 都不知道 結果還開個小號 我估計這個人月收入一兩千兩三千而已啦 每天幹一天休四天 在東莞在深圳當一個山河大神 有一兩天的收入就住在網咖 天天打遊戲 然後打完遊戲休息一下 就在這個外網上罵人 只有這樣的人才有時間 天天開個小號去噴 正常人誰會天天在網路上 然後搜著 誰在罵中共 我去噴他 我就說一個正常的中國人 誰有這樣的時間 沒有人有這樣的時間 只有沒工作 失業的人 或是躺平的人 才如此 而這一年日本跟韓國的電視台 也是時不時的在探討 中共與台灣的議題 那一旦發生戰爭 日韓會不會被切兩 會不會被有事 而他們的結論 通通都是日韓 絕對 會有事 而這不僅僅是新聞 或是電視台 甚至他們 的政論節目 還有 邀請一些學者專家 上比較綜藝一點的節目 通通都有陸續在做這樣的事情 例如這一段小短片 最後我想說 如果 那些腦子壞掉的台灣人 還是認為這樣子叫做 挑釁中共的話 那我只能說 請你當面去嗆 當天國慶典禮上 打過古寧頭戰役的三位老英雄 噴他為什麼要率先的 向中共 開炮 為什麼要挑釁中共 如果在你家周邊 天天有一些人 繞境嘛 繞你家嘛 繞一個愛心的形狀 還畫線嘛 然後在社交媒體上 天天發表愛你的言論說 我在你家附近畫一個愛心喔 我在保護你喔 愛不到你就打你 阻止你我的愛情結晶的 就是你家的鐵門跟你家的窗戶 還有那些少部分的獨立親友 所以啊 我要打入你家 剷除那些 少部分想要讓你獨立自主的親友人士 因為我知道你是愛我的 你是被那些獨立的親友們給控制的 如果你接受這樣的價值觀 請你們一定要活用在現實生活中 並且鼓勵這樣的行為 不要錯亂你的核心價值觀 當然沒有核心價值觀的人 自然會支持沒有核心價值觀的人 與政黨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姐姐拜